做贼做到底,没有道德底线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在他身上完完全全的体现得到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JaysTalk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到国外手表圈子发生的事情 最近这两天都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那就是关于一名很有名的YouTube表贩子的一连串犯罪行为 不管你有没有听过这一号人物 但是他所做的事情的确影响到很多人 在今天这个影片开始之前的话 麻烦大家动一下手指头,点个赞 打开订阅和小铃铛,帮助一下这个频道的发展 也让YouTube的演算法能分享到给更多的朋友 那我在这边先谢谢正在观看的黎拉 在我准备这篇稿子的过程当中 最新收到的消息是Anthony Ferrer 他已经在Beverty Hughes的Tower的一个屋顶上面 跳楼身亡了 我目前这一刻就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都是基于网上的一些报道 那英语好的朋友和观众朋友 可以点开下方的链接自己去参考一下 五年前开始的成名之路 Time Peace Gentleman 他是从五年前开始接出手表买卖的这个行业 最早期是在Texas Dallas 就是德州的达拉斯 从事一些小型的买卖活动 逐战的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客群 他一开始的做法就是问一些手表的wholesaler 去接他们的一个图片 去销售 当有客户下订单的时候 他就会买下该只手表 然后进行一个转卖 听起来有点像是Amazon的dropshipping 后来他跟他的business partnerMarco 合作扩展一些生意 在疫情前 手表买卖一直处于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 当疫情爆发的时候 手表买卖迎来他第一波的春天 那个时候 只要是有资金 想要参与到进行这个行业的人 基本上都是大赚 后来Anthony跟Marco 把生意转移到LA这边 因为LA的人更愿意消费在奢侈品上面 在LA发展的期间 Time Peace Gentleman TPG的这个生意 越做越大 作为YouTuber的Anthony 也开始在网络上面炫富 买豪车 超跑等等的行为 从而导致账面上面的钱 越来越收支不平衡 这个时候 他开始萌生了犯罪的念头 百万手表抢劫案的受害者 在2021年的12月份 他的合作伙伴Marco 在一次买货的过程当中 遇上了场截 还差一点点被枪杀了 价值超过100万美金的手表 也被抢走 Anthony还为此做了一期YouTube 解释整个过程 还表示出一个态度 出玄金 要找出谁干的 后来大家也透过一些线索了解到 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Anthony 自导自言 因为Marco后来在自己的影片当中提到 他买货的路线是没有人知道的 如果不是预先安排好的话 根本不可能会知道 他包里装的是手表 更不可能会去抢这个包 所以这个抢劫案 事情发生之后 Anthony跟Marco就分道扬镳了 做贼做到底 没有道德底线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在他身上完完全全体现得到 而Marco也看清楚Anthony的人格 认为这样的人再合作下去的话 很有可能会把自己害得连命都没有 现在如果大家在回想这个事情的话 迟不离久 就是Anthony想要骗保险金 而这种犯罪的行为 并不能满足Anthony的野心 庞氏 骗局 Ponsonskin 在分道扬镳之后 有一直留意Anthony频道的人也知道 他的手表生意是越做越大 客户也越来越多 他也是疫情时期最早推广 资博 GP Juato Laureato的人 当然我们也知道了 他在不同颜色的面盘上面的一个GP 亏了不少钱 他后来也没有继续去提GP这个品牌了 但是他的虚荣心像是一只恶魔 驱使他继续走向深渊 他前天发出了一支视频 承认了他之前所有的犯罪行为 包括利用庞氏骗局的手法 拆东墙 武西墙 一些表友把表寄卖 他卖掉了 但不告诉卖家手表已经卖掉 也不把钱给人家 这样前前后后 大概是500万美金的一个骗局 在他前天的一支影片里面 他表示他没有打算逃 也勇于承担这一切 我倒是佩服他的勇气 但是从影片当中我们看得出来更多的是 I messed up but it is what it is 的一个态度 各大的YouTubers纷纷发言脱离关系 最近这两天 很多手表界的YouTubers也发表声明 跟Anthony并没有合作的关系 只是偶尔 Anthony会从他们那边买手表而已 不管怎样说 Anthony欺骗客户的行为 已经严重影响到手表买卖行业 因为大部分人会开始意识到 所谓有名的YouTuber 其实并不可信 他们只是网路上随便发表 个人意见的一些人而已 并不会因为多了一些followers 就变得比较可靠 可信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观众 在进行买卖的时候 要多加小情 也贪小便宜 感言 我从很早期 就已经开始看Anthony的影片 但坦白说 我个人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好感 从一开始的一个德州 一些手表买卖的影片当中 看得出来他这个人是盲目的自信 说话的态度也很有傲气 加加上我有一些消息 得知到他很早就是已经 拆东翔补西翔的做事手法 所以他今天出事 我并没有感觉很意外 但是对他去世的这个消息 也是感觉到非常可惜的 因为毕竟是一条生命 我不知道大家对他去世 是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你是觉得他真的是自杀吗 还是他杀 然后安排成自杀的一个现象 因为前两天他的视频里面 有提到过 他和他的员工都收到过死亡的恐吓 好了 感谢看到最后的你 希望你能从今天的这个影片 获得一些有用的资讯 哪怕只是说一点点消息吧 也希望你能动一下手 点个赞 还可以打开下方的链接 点开一下我在美国 房地产投资的另外一个频道 感谢各位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我认识 我认识 你能动一下